第一课 九月去北京旅游最好 一 听力 第一部分 第一到五题 听句子 判断对错 例如 我们家有三个人 我们家有三个人 我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 我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 一 下午他要踢足球 下午他要踢足球 二 妈妈买了几件新衣服 妈妈买了几件新衣服 三 她的眼睛很漂亮 她的眼睛很漂亮 四 我们去买一个新的桌子吧 我们去买一个新的桌子吧 五 王小姐最喜欢运动 王小姐最喜欢运动 第二部分 第六到十题 听对话 选择与对话内容一致的图片 例如 例如 你喜欢什么运动 我最喜欢踢足球 六 你想喝点什么 我想喝茶 六 你想喝点什么 我想喝茶 七 我们下午一起去运动吧 好啊 我最喜欢跑步了 七 我们下午一起去运动吧 好啊 我最喜欢跑步了 八 你几点能回来 七点多 不会太晚 八 你几点能回来 七点多 不会太晚 九 你的猫多大了 一岁多 九 你的猫多大了 一岁多 十 什么时候去北京旅游最好 九月和十月 北京天气最好 你九月去吧 十 什么时候去北京旅游最好 九月和十月 北京天气最好 你九月去吧 第三部分 第十 第十 第一到十五题 听对话 选择正确答案 例如 小王 小王 这里有几个杯子 哪个是你的 左边那个红色的是我的 小王的杯子是什么颜色的 十一 你觉得什么时候去北京旅游最好 我觉得九月去北京旅游最好 十一 你觉得什么时候去北京旅游最好 我觉得九月去北京旅游最好 我觉得九月去北京旅游最好 十二 你喜欢上海吗 上海冬天太冷了 我不喜欢 十二 你喜欢上海吗 上海冬天太冷了 我不喜欢 男的为什么不喜欢上海 十三 我要去商店 你去吗 我也去 我要买几个新椅子 男的要买什么 十三 我要去商店 你去吗 我也去 我要买几个新椅子 男的要买什么 十四 王医生的女儿今年多大了 十四岁了 王医生的女儿今年多大了 十四 王医生的女儿今年多大了 十五 我觉得这个杯子很漂亮 你也很喜欢 你也很喜欢 这是我在北京买的 女的觉得什么很漂亮 十五 我觉得这个杯子很漂亮 你也很喜欢 你也很喜欢 这是我在北京买的 女的觉得什么很漂亮 对啊 我来说 你也不喜欢 你也不喜欢 你也不喜欢